非旧工厂隐藏着中世纪的斗兽床 但它斗的却不是野兽 今天的故事对应的是一所预言中的奴隶和狮子 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奴隶偷跑出来 在路上遇到一个受伤的狮子 于是帮它把爪子上的刺拔了出来 并处理好了伤口 没多久奴隶被人逮了回去 为了惩罚它 就把它关进了笼子里 表演野兽吃活人 这是一头健壮的狮子走向了奴隶 高兴地趴在奴隶身边 原来就是它上次救过的狮子 台上的观众间此情景都要求放过奴隶 最终奴隶和狮子都重获了自由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真实格林故事 林子中的一间小屋里 一堆老夫妇正在屋里做饭 老头听到屋外有响声 以为是自家的狗狗又淘气了 贴着手电筒出门查看 却被一道黑影给哭到 老太太也听到了门外的嘈杂声 一抬头 看见老头已经血肉模糊地倒在了地上 门外站着一只丑陋的怪物 老太太刚拿起电话报警就被杀死了 接着来了三个骑马的人抓住了怪物 这个怪物拼命放抗 在地下留下了长长的爪痕 第二天早上 警方发现了老两口的尸体 老人被开膛破肚 屋子附近还有很多马蹄银 但是这家主人并没有养马 老黑从现场提取了一枚指纹 匹配对象是一个吸过毒的小伙子迪米 老黑找来了迪米的贾石官 贾石官非常肯定不是迪米干的 因为迪米出狱之后改过自新了 就是最近联系不上他 不过你们可以去他长寿的拳击馆看看 在拳击馆里 尼克找到了一只肌肉犀牛哥 是迪米的好朋友 犀牛哥把尼克带到一座山 据说这是他们经常跑步的地方 在这儿或许可以找到他 接着犀牛哥就跑步去了 尼克看着地图 发现这座山里老两口被害的屋子不远 而且到边还有大头的马粪 寻着线索找到了迪米的车 车就停在一间废弃的工厂旁边 只不过被流浪汉拆了个精光 尼克发现工程里血迹斑斑 极有诡异的图案和文字 就像是一个中世纪的斗兽厂 墙上甚至还挂着血淋淋的流星锤和各种武器 就在尼克和老黑调查厂房的时候 在上里跑步的心灵飞也被套马的汉子给抓走了 尼克回到警局之后 把线索报告给了上司肖恩 肖恩摆弄手里的碎片 若有所思的说 很好 之后肖恩找到了顶米的假石棺 准确来说 假石棺是一只尸怪 肖恩把他逼到了墙角 你已经跃出了界限 动了不在名单上的人 尸怪却说 这个人已经连赢了六场比赛 他会让我们赚翻的 肖恩表示 如果不收手就把你撕碎 但尸怪却说 时代不同了 殿下 王室的力量今非昔比 现在是金钱的时代 随后轻蔑地离开了 网上尼克把狼叔邀请到姑妈的房车里 狼叔很感谢尼克如此信任自己 尼克宠宁地看着狼叔 问他知不知道决斗场的事情 狼叔告诉尼克 这个运动消失了一百多年了 不过自己刚好认识个熟人的熟人的熟人 此时的决斗场 犀牛哥正在被自己的朋友用流行锤猛锤 而且还丝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他 之后狼叔通过朋友的地址 来到了一个小酒馆 找到了一只鼠金 它是一个卖门票的 狼叔说自己要看最刺激的地下决斗比赛 鼠金起初还装傻 直到狼叔变出狼人的样子 他才给了狼叔一个地址 晚上六点 狼叔跟尼克说在山上等到尾巴都冻掉了 还没见人 幻音刚落 就来了一辆奇怪的车 尼克一听情况不对 让狼叔赶紧跑 但已经迟了 狼叔已经被人打晕带走了 还踩碎了他的手机 开走了他的车 准备销毁 尼克赶过去在帮路上堵住了狼叔的车 把里面的人拖了出来 这边狼叔被关进了笼子里 他才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决斗士 在隔壁笼子里面关的正式失踪的敌人 他已经完全不像个正常人了 精神恍惚 完全是一个野兽 狼叔看他手上有伤 帮助他把手上的长钉拔了出来 小弟开始给决斗士们分发食物 狼叔是不吃肉的 但隔壁小伙子吃的很香 狼叔惊悚的发现这块肉上面带着纹身 这是犀牛哥的肉 狼叔的到来让在场的人都很期待 但狼叔并不想参加 于是狮怪就用电把他给激怒 送进了决斗场 他的对手正是那个迪米 迪米已经连赢了七场了 完全没有了任性 对着狼叔就是一套组合剂 狼叔心里苦 老子可是给你拔了刺的人 怎么跟童话里不一样呢 狼叔因为没有杀心 很快就被KO了 在迪米准备杀死狼叔的时候 尼克终于赶来了 让诗怪立即暂停了比赛 但诗怪说 大家看这场比赛可是压了大价钱的 必须得分出胜负来 如果尼克杀死自己的话 台下的其他人是不会放过你这个格林的 为了救狼叔 尼克决定自己进去跟怪物单挑 狼叔看到尼克这样 激动的说不出话 他告诉尼克不要手软 迪米已经没有人心了 要发挥尼格林的潜能 尼克了解之后和迪米打了起来 他的战斗力丝毫不是怪物 而且还异常灵活 躲过了迪米几轮攻击之后 成功的制服了他 但是尼克并没有杀他 而是把他打晕了 狼叔顺手拍晕了想上来搞事情的小弟 老黑的职员也在这时候赶到了这里 但罪魁祸首的尸怪已经丢下烂摊子跑没影了 这边向恩找到了神父 说有一个人不听话 他得去教育一下 因此他需要神父的神浅 随后萧恩找到了准备前堂的尸怪 一个神秘的怪物冲出来把尸怪撕得粉碎 萧恩面不改色地转身离开 在尸怪的爱好中本集结束 在本集中 萧恩的身世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既然叫殿下想必也是个皇子 在前十集中 萧恩跟金发的女巫是认识的 并且还有人命令他杀死格林 但是被护毒子的萧恩拒绝了 那么萧恩的身世又是什么呢 那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黑暗童话 给你带看了 我知道了 请我带看了 我带看了